大家好,今天我们网友互动吧,没什么新闻了,因为呢也就这样了,就关于美国大选的事情,现在就告一段落,目前没结果,什么叫没结果呢? 后面这个点票已经意义不大了,你不管是点出谁赢,你比方说,就说点出川普赢,还是点出拜登赢,最后这个都不是最后结果,最后结果都要等到大法官那个地方了,那大法官那个地方,不管你现在做什么样的结论,最终他一锤定赢,他说谁是总统,谁才是总统呢? 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以后呢,我们就暂时把它写一写吧,本来是不想说了,说说别的事情,那还有一些网友,一些来信 另外呢,我发现,近两天我们这个频道里边啊,来了很多新的朋友,不认识的啊,一些新的名字,很陌生的名字,也愿意说说话 首先呢,欢迎啊,能浏览我们的网页,我们是表示欢迎 任何观点都可以接受,这个也没有什么 但是呢,在这骂人不行啊,如果说说脏话的话,我们肯定给你踢出去,那毫不客气 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讨论,我们的观点也未必是正确的 但是呢,这是我们的分析,评论,预测,这是我们的观点 正确不正确,大家评论 有一个朋友来信,说陈老师,你原来说蔡哥哥的事情,我们觉得还挺中听 现在你一评论这个川普的事情,我们不爱听了,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把蔡哥哥,蔡哥哥跟川普不是绑在一起的吗 你现在怎么又支持川普了 关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啊,我们不是支持川普 我们在判定,两个人在下棋的时候 谁输,谁赢,谁用什么招 把我们的一些见解分享给大家 正确不正确,你们说了算 因为两个人下棋,最终总有一个赢 因为这种选举呢,它不可能出现平局 对吧,我们下下棋的,它最后可能是平局 但是呢,这个选举呢,最终总有一个赢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做一些分析,我们分析它可能赢,它可能输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选举呢 除了输赢以外,就是除了形式上的输赢以外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社会伦理道德的输赢呢 你比方说台湾吧,我们就说台湾 台湾蔡哥哥赢了 其实呢,他赢得了什么了 他赢得了那个宝座 但是呢,在台湾历史上呢 永远的抹上了一个黑点 这个就是社会道德 伦理道德的伦丧 谎,说谎,造假 没有制约 这个就是他 对这个社会最大的破坏力 也就是他可能赢得了 他的官 但是呢,他已经把这个台湾的社会的伦理道德 彻底给摧垮了 美国大选有没有这种现象呢 一样是有的 所以我们在评论的过程当中就是 也看到了由于这个现象的发生 而给美国社会造成了什么 而给全世界 别人 这些旁观者 如何看待美国 造成了什么后果 这些都是一些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在评论的过程当中 总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观点 这些观点呢 仅仅是代表我们的观点 所以我们在评论 我们在预测一个大选 一个选举 成功与失败 输与赢 如果它是公平的话 那我们就专门去研究中间选民 这个就是我们的立场 我们不断地去看中间选民 看那些没有正党色彩的人 看他怎么想 这个就是我们预测 一个选举成功而失败的一个 最主要的依据 但是这个依据呢 前提是应该说 是建立在这个机制 是公平正义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裁判 你是公正的 那才可以 如果裁判不公正的话 那这个机制就不存在了 所以不存在 就是说在台湾 蔡厄厄的这个民调只有20% 其他所有人都高于他 赖清德和蔡厄厄之间 当时蔡厄的民调有20% 而赖清德有30% 最后呢 蔡厄厄和赖清德一比 人做了一个假民调 就把你做掉了 这种情况下 你就没有办法用老百姓的观感 来衡量他们的胜利负了 成一败取决于什么 已经不取决于民心了 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这种方法可能就不灵 那有前提的 那过去人们都认为 美国是一个 民主自由公平法治的国家 至少呢 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或者我们远离家乡 不远万里来到了美洲这块土地上 我们当年也是认为 哎呀 美国这个是自由世界的天堂 楷模灯塔 类似这样的话 好像以前我们都说过 或者说在心里都说过 为什么奔这个地方来呢 就觉得在地球上 要能踏上美国这块土地 哎呀 那真是幸福啊 而现在呢 我们再回头再看呢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我们在评判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主要的依据是那个 但是呢 是不是在这个地球上 所有的这个评判机构 这个裁判都是公正的呢 显然不是 曾经有一位历史的人物 这人已经去世了 我们不用说他叫什么名字了 他说选举是一回事 选举的结论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那个评判者 就是谁来宣布这个结果 这个才是关键的 这句话呢 很多年前有人说 但是没有人去 刻意的去关注这句话的分量 那从台湾这个选举 一直谈到今天美国的选举 逐渐逐渐我们就开始把这句话 重新引进来了 在台湾 谁来决定选举的胜负呢 中选会 而在美国呢 他没有中选会 他各州都有选举委员会 另外呢 他有一个司法 还是这样顶 他跟台湾有点不一样 台湾有没有司法呢 也有 他中选会呢 和司法都是一家人 在这个地方呢 在美国这个地方呢 选举委员会和司法 他不见得是一家人 不见得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至少他明着说不是 所以在美国这个地方 你选举委员会 你怎么点票 法律哪里没有办法 当你点出来之后 他可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裁决 如果有意义的话 比如这里有人抽老千了 对吗 下棋的时候 你这个手一弄 嘖 那个足没了 出来一个居 旁边有人看见了 但是呢 裁判如果不说话的话 那你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裁判的问题 所以这个裁判到底是 是否公正 这个就决定了 这个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 朝哪个方向去走 很多人都说 在美国这个地方呢 大家都是诚实的 真的吗 如果是诚实的话 没有作弊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的了 可是我们现在看看是吗 至少我现在不这么认为 我不认为这个社会是诚实的 我认为这个社会满天的谎言 这个呢 就是我们观察政治现象呢 通常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也就是看政治 你不要他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你看看他背后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主要分析的 主要的依据和主要的方法 所以这位网友来信呢 关于我们说美国大选 他觉得不爱听 这个不是我们想偏向谁 他现实就是摆在这儿的 我们看两个人下棋 我们会发现这里边有问题了 跟分析台湾的一模一样 什么问题 这里边有人抽老千了 裁判不公正了 有人作弊了 这个是我们能看出来的 如果没有这事的话 本来11月3号晚上就结束了 大家就转话题了 我们也当做一个国际新闻进行谈论 就结束就完事了 谁输谁赢 总有一个输 有一个赢的 总有一个总统 对吗 问题是到今天没有结束 既然没有结束的话 我们就在分析里面有什么问题 就引出来了 前面我们说的很多的问题 这个话题没完 但是也不想再多说了 因为最终的结论已经上升到 由美国的九个大法官来决定了 那我们就等待他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八卦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下一个话题是 在我的同学 我在美国这边有几个同学 中学同学 甚至小学同学发小 在美国这边 华人有这个特点 不关心政治 不是不关心 就是底下说行 他不愿意站出来 昨天 我的同学说 他呢 我的同学中 绝大多数都是支持民主党的 他不仅不见得喜欢拜登这个人 但是呢 他是支持民主党的 也就是在各个政党啊 他们手里有一个单子 有一个名单 他知道你这个人过去投的是民主党 他知道你的政治倾向的 因此呢 他们在做竞选造势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会依照他的这个名单呢 来做一些事情 好 我这个同学呢 私下告诉我呢 这次大选 他觉得是最诡异的一次 因为他在美国也很多年了 经历过很多次选举了 也都信了主了 已经扎根在美国了 都在这边 孩子也在这边 他说这次是最诡异的 有一个什么现象呢 他说最明显的就是 他收到了十多次 十多张邮寄选票 希望他寄回去 你看这个事情就很简单了 如果说作为政府选举委员会 他给每一个人寄一张邮寄选票 这个有可能 但是呢 各个州由于不一样 有些州呢 是你要提出申请 我就寄给你 你不提出申请 你本人准备亲自来投票 我就不一定要寄给你 有些选举呢 是每个人都发一张 不管 反正每人给你一张 你愿意寄也行 你愿意来也行 而我这个同学呢 他为什么能收到十多张 同样的邮寄选票呢 那我给他答复就是 这显然不是政府给你寄的 显然是一个机构给你寄的 而且这个机构呢 有你的信息 这个很简单 各个政党都有他的信息 你的政治倾向 你的名字 你的地址 一切一切都有 当然我的同学说 他没有把他寄回去 他没有理这事情 因为至少以他的伦理道德来说 他也认为这个不正常了 当然他说还有 又是信息 简讯呢 他那个手机的叮噪当浪 非常烦 有点烦了 那我们就设想一下 如果这个人 如果我这个同学 他不坚持自己的一个诚实的理念 这十张选票 这十张邮寄选票 他都签完了以后寄回去了 那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也就是说 这一个人他投了十几次票 而每一张选票都是有效的 为什么 他的信息是正确的 在点票那个地方 也就是我来点票 选举委员会的地方 拿过来一张给你 你去点 点票那个人 他如何来核实这张选票 是有效的 还是无效的 这个就是关键点了 那也就是说 既然他们已经有意识的 给这个人寄去了十多张选票 他知道这个人是支持民主党的 如果这个人把他寄回来了 那在点票的地方 我会不会安排一个人来专门点票呢 一定会的 只要你寄回来 我就点 那等于他一个人就投了十几次拜登 如果一个人是这样 N多的人是这样呢 那拜登的票 这次有一个新闻报道 就是说 拜登的得票 创造了美国历史的最高得票 有史以来最高 一个名声不怎么好的一个人 居然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得票 这让我突然想到了蔡厄厄 蔡厄厄也是获得了台湾历史上最高的817票 哇 台湾人民都喜欢他呀 真的吗 简单吗 这个事情 所以我后来跟我的同学说 我刚才跟他说 我说你愿意上我们节目 把你的那个 你认为作为一个普通选民 你认为不正常的现象 你愿意说两句话吗 他说 不 不说 这个就是华人普遍的倾向 华人是不愿意碰政治这个话题的 底下说两句可以 你说你要真出来说 说一下不说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相信很多 因为我在美国的同学其实也没多少个 其他人都有 他们都陆陆续续都听说过 但是呢 谁敢露头吗 不敢 华人都是算了 我远离政治 我别碰他 别让别人知道 我记得有一次 我这个选举的时候啊 找到了一个我那个银行的经理 要提名的时候 要有一个nomination 签字嘛 我说你能帮我签个字吗 no 不敢 他说我支持你 但是我不敢给你签字 我说为什么 他说如果让我的经理知道了 我给你一个华人签字了 我的工作就没了 我说这么危险呢 因为我不是打工的 对吧 我是一种自由职业 没人管的人 所以我可能不能体谅 他找那一份银行的工作 多么的不容易 而银行工作 他那个经理呢 是有政治倾向的 他知道 如果他知道了 这个员工 给我这么一个 这种面孔的人签了一个字 他的工作就丢了 所以他不敢 连签字都不敢 这个就是 很多的海外华人 生活在这个西方社会呢 他们一种心理状态 他们就是闷头 挣钱 吃饭 偶尔发个牢骚 你底下问他跟你说两句 可是说你站出来 别 千万别站出来 站出来就是找死呢 所以呢 通过了一些我的同学底下的聊天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 从他们来说 他们就知道绝对不正常 但是不想去多说 也不想去调查 也不想去问 只是闷起头来 我们几个认识人 他还敢跟我说一句 换另外一个人 说你记者采访的一下 门都不敢 关起门来 不闻天下事 这个就是海外华人 普遍的一种现象 所以你看不到他们说话呢 昨天我们那个节目里边 播出来有一个人 他去监票 他愿意怎么怎么样 也很不容易了 花点时间没有人给他钱 因为监票是volunteer 没人给钱 其实倒是应该给点钱 可能还能找一些人 更多的人去监票 那不容易了 太少了这种人 第三个话题呢 就是也是很多媒体在转 就是现在媒体已经说了 拜登胜选了 而且呢 在美国呢 现在全面封杀川普的言论 这个川普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在他说的说的时候呢 这些主流媒体啊 那个主持人呢 就是说我们要把他掐断了 我们要他说的不对 你想想你一个主流媒体 你就是一个媒体 媒体呢 就是一个中介 这个人在讲话 不管他是总统也好 他是什么人也好 你已经在转播他的讲话了 这就是你的职责 至于他说的对不对 不是你来决定的 是由老百姓自己来决定的 而且川普他现在说的对不对 最终还是由法院司法来决定 川普他有意义 他有这个的想法 他提出质疑了 你作为一个媒体的主持人 你也什么都不知道 你有什么权利就跟大家说 他说的不对 not true 这样的一种公开的 在美国言论封杀他人的这种举动 过去呢 没有做的那么明显 而这次透过川普和拜登这个事情呢 就太明显了 川普他说的不对 让大家都看到 也没什么不好啊 对吗 你让他把话说完 我觉得我们在有一些评论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嘉宾 我们也去问他 我觉得我的原则都是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呢 我们从不打断别人 我们要让别人说 说完 正确与错误 不是由我来评判 正确与错误 因为你媒体嘛 你面对公众 你面对观众 由观众他们自己去评判吧 我们媒体就是一个 把这个信息透过我们的平台 告诉大家 是与非不知道 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观点 但是你不能强行的 掐断别人的直播 这样的一种现象 发生在美国就很奇怪 所以通过这个现象 现在推特那开始呢 公开的封杀川普的言论了 过去不封杀的 现在开始封杀 为什么 他们认为拜登赢了 后边的点票结果 我们不想去看 不想去看 为什么呢 因为意义不大了 已经都过了 时间早就过了 在哪个国家 就是在美国也好 在任何一个西方的 民主制度的国家也好 有哪个国家说 大选结束了 都过了好几天了 还在慢慢开票呢 还在不知道谁赢呢 哪有这种事情 从来就没有过 而这次呢 就是慢慢开票 不着急 慢慢开 这个票呢 他开出来 他一定是拜登赢 如果这么开的话 为什么说拜登赢呢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 我那同学的事情 就是他一个人 他是美国公民 他在那个选举的名单册上 他确实有他的名字 有他的地址 这个任何一个政党 都能拿到这样的数据 选举委员会的手里有 我们当年作为候选人的时候 我们手里也有一份 他会给我们一个硬盘 这个硬盘呢 你拿过来以后说 这些都是选民 但是你必须签字 你不可以把这个信息 暴露 用作他用 只是可以 你可以知道这个是选民 这是法律规定的 当然我们这个信息 就不会透露给别人 如果说 这个我这同学 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 他收到了十多封邮寄选票 这十多封邮寄选票 他不可能是政府寄出来的 政府要给每一个选民 寄十倍的邮寄选票 那寄多少 邮寄又发了吗 不可能的 而这十多封邮寄选票 是从哪个机构寄出来的 可不可以查出来呢 当然可以查出来了 问题有人查吗 不查 这种动作 其实已经违反了选举法了 就是有一个机构 他不是候选人 他不是拜登 但是他拿到了选民的资料了 他在不同的 在给这个选民寄信 违法吗 理论上是违法的 有人查吗 没有人查 所以在美国回来说 美国这个媒体 这个传统的媒体 现在无论是从主流的 不管是CNN ABC NBC等等等等 以及网络世界的推特脸书 Google 这个已经完全告诉大家 我们是一个政党的打手了 我们是带有政治倾向了 这种倾向 这种事情放在美国 它最大的伤害就是彻底的伤害了 人们对美国 已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认知了 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个词来看待美国了 美国还是民主国家吗 如果是一个民主国家 他作为一个现任总统 他的说话对还是不对 是不是可以让他说完 这很简单的 尊重别人 你也让人说完嘛 你作为一个电视台的一个主播 你就是一个雇员 你就是一个卒子 你有什么权利 在直播的时候说 他说的不对 我们要把他掐掉 你有什么权利说这个 在一个民主社会 他有权利吗 没有 在一个独裁社会 他有权利 后边领导说了 掐掉 他就说掐就掐了 而现在在美国呢 这样的事情都已经公开了 所有人都看到了 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播给大家可以看嘛 你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掐掉的 The legal votes I easily win If you count the illegal votes They can try to steal The election from us If you count the votes I've already decisively won Many critical states including massive victories In Florida Iowa, Indiana, Ohio Okay Here we are again In the unusual position Of not only interrupt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correct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e you Tens of millions of unsolicited ballots Without any verification measures What's well We're interrupting this Because w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saying In large part is absolutely untrue He began And we're not gonna allow it to keep going Because It's not true 并不是说我们同情川普 是说这种媒体封杀 这种做法 引起了老百姓的反感了 至少 现在他们在逐步的在教育美国人民 教育全世界 美国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了 他们想这样教育大家 美国是一个你只许说A不好 不能说B不好的社会了 你不能说拜登有坐票 就这个词就出来了 你不能说有坐票 你不能说有舞弊 你不能说有选举的造假 你不能说 你只要说我就封杀你 这个选举有没有舞弊 有没有造假 最终是不是应该经过一个司法调查 因为川普的质疑 他认为你有舞弊 既然他作为一个候选人 他有权利质疑 那你就应该去调查 当调查完了 结论出来了 报告出来了 你可以告诉大家 这到底是有没有舞弊 有没有造假 那在这个时候还没调查呢 怎么媒体都先窜出来说没有 你造谣 你造谣 我掐断你 我封锁你 这种做法呢就是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整个现在这次选举下来以后 美国整个这个社会的诚信被伤害了 人们不再相信了 不再相信有实话了 媒体没实话 政客没实话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选举没实话 假的 可以造假吗 当然可以了 你就造就是了 就看谁造的 看谁我的手段了 像他这样造假呢 其实你重新点票都有可能点不出来 因为那些票是假的 票是重复的 除非你按照每一张票 人头按人头 但是呢 在选票上 其实我们去投票的时候啊 有几种形式 一种形式我们带着ID去 带着ID就是带着身份证去 到那以后呢 你是要先把身份证给他 他拿过那身份证 要在那个电脑里边 他核实一下 有没有这个人 一看有这个人了 好 他拿旁边拿出一张选票给你 在一张选票上没你的名字 不知道这选票谁投的 有些是这样的 另外呢 就是他会寄一个卡给我们 我们拿这张卡 以后这卡上也有我的名字 然后你拿这张卡呢 返回去 把这张卡返回给他 他把这张卡收了以后呢 他就把那名字给你那核销了 那你这个人呢 你就只能投一次票 这是非常正规的 非常严谨的 一个人 你有这个公民的权利 你投一次票 在那地方就给你销掉了 但是他看到你这张卡回来了 你人来了 这是一种方法 现在有很多作弊的方法 是怎么作弊呢 那就是邮寄选票就可以作弊了 就是那个人没在这边 但是呢 他的名字 他名单上有 名单上有 他没在 或者他不来投票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的名字就可以被别人去用 被别人用的话 你要想用他的名字 如果你那个人不亲自来 那你就不能用吗 而如果邮寄选票的话 就没有这个事情 不用他亲自来 这封信回来就可以了 这封信是不是他直接寄回来呢 不知道了 也就是那个机构 他把这封信 一正规的话寄到你家 然后你再寄回来 你有个签字 这个还成立 如果我不寄到你家 我已经事先就有说 事先在拜登这上面打勾了 台湾也是这样啊 在蔡威的名字上早就打勾了 已经蔡英文一票 蔡英文一票 蔡英文一票 都打好勾了 他事先印好的选票 上面已经打好勾的选票 他把这些票直接寄到选举委员会 选举委员会看到这些票 已经打勾了 而且上面来源 那个人的名字 其实也有啊 不是没有啊 只是那个人他并不来 在这种情况下 你重新点票 你就点不出来 他做票就坐在这了 而在美国呢 不管在美国 在西方国家 投票率是50%到60% 一般都是这样 有40%人从来不投票 但是呢 他是公民 而这40%人 就是做票的最重要的资源 这些40%人 这些名单 他们手里有 他们用这些人的名字 做好了选票 然后寄往选举委员会 选举委员会拿到这东西 核实名字 有 投票投了 拜登一票投了 一点都查不出来 你想查查不出来 除非那个人自己 哎呦 我没投票啊 之前不是有吗 就是前两天有人说 就是他的名字被人冒用了 就是这么冒用的 他发现他没投票 他没去投票 但是呢 他名字被用了 这个就是 他们内部知道这个名单 拿这个名单 用你的名字 已经勾上拜登了 直接往那一投 就投了 所以有一个州 别说名字了 现在说太多了 到时候容易出问题 有一个州呢 他们分析说 平均是 历史上都是60%的投票率 这次呢 拜登赢了 投票率是89% 可能吧 那百分之二十几 是怎么出来的 就是这么出来的 大赢吗 大胜吗 而且你要点票 你要验票 你验不出来 为什么呢 名字有 票上没有名字 人头都在 人头被用了 这种情况下 你就点不出来了 对吗 这种做法呢 除非有内部的人 出来报 如果没有内部人 出来报的话 就不行 就好比有篇文章 他说的 有邮局的人 已经报了 说上门命令我 把11月4号 5号的选票 盖11月3号的章 然后送过去 这你看 如果有这样的人 报出来的话呢 那显然就还能破掉 这个做票的这个动作 如果没有人报 一般胆就比较小 反正你给我钱 你让我盖11月3号的章 我就盖了 就送进去了 那这种情况下 你看 在这个 由于邮寄选票 那个人亲自不用来 所以他的名被别人用了 他自己并不知道 而用了他这个名字 在你复合的时候 在你点票 计算选票的时候 你一查这个人有 这个人投了 这个就是在很多地方 很多西方国家 他们做票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手法 而且完全没有办法 把它查出来 除非内部的人曝光 在这次美国有没有呢 你们大家去判断吧 我们就不说结论了 只是说这种方法 是可以可行的 是可用的 这些人绞尽脑汁了 他们一定能想到这一点 很简单 一点都不复杂的 然后最后一个谈一谈 关于美国的司法系统 美国的司法系统呢 我们前面其实说过了 他各州呢 有各州的法律 联邦也有联邦的法律 在选举这个问题上呢 他是在州 在州这个地方 如果你发生什么问题以后呢 先由这个州的司法进行解决 州的司法如果解决不了 你可以再上诉 再上诉到联邦 到联邦以后呢 最后再做一个解决 在这里边呢 就是有很多的动作要去做 所以我们就这个法律的事情呢 我们现在不能多谈 也没有办法多谈 因为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次美国大选呢 也在考验他的司法系统 也会把他司法系统搞不好 有一些东西会曝光出来 什么叫曝光出来呢 其实也已经在曝光了 比方说 在民主党控制的州里边 凡是共和党要求的司法什么什么 在那个州里边的法官一律否定 一律否 不行 你看 司法公正吗 不见得 不见得 我们不能说不 不见得 那所以至少呢 现在透过这个现象呢 我们下一步就要看 美国的司法体系了 是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他们自己来做 我们只是看 我们不会去做评 我们不会做决定 它是一个法治国家 还是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是他们自己做的 当他们做了 就别怪我们要说了 对吗 你做了我才会说 你不做的话 我们就暂时不说 但是呢 美国总统选拟这个事情呢 他就把很多东西 把它从阴暗的地方 推上来了 伦理道德推上来了 司法推上来了 撒谎骗人造假 全都推上来了 推上来以后 让大家看 为什么会推上来呢 因为他顶到这个地方 不冒出来不行了 有一些报道说 其实这种方法 这种做票的方法 在很多州 做一个议员都用过 就是说 弄一堆假票件的 啪一冲 你就死了 点票那个人 是很重要的 谁来计票 谁来点票 这个才是真正的 民主不民主 是在这儿呢 民主不民主 不取决于你有没有投票权 是有没有一个公平的点票系统 这个公平的点票系统 是不是可以真正的反映 真正的民意 这个是关键 而这个点票系统 在所有的国家里边 从现在看来 似乎都被控制了 这个才是我们今后所研究的一个 讨论的一个要点呢 其他的一些东西 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 你得多少票 你赢还是输 这个不重要 今天你赢 明天你输 我们说这个系统 如果不公正的话 影响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 诚信被破坏 伦理道德被破坏 真正的民主体制被破坏 这个是对美国社会最大的伤害 好 今天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再见